确定之后,我们就开始录制 第一个动作,点一下A2这个储存格 它就已经录一行 第二个动作是常用的填满 填满里面有个数列 一样,我们就来按123 1到1238 然后按一个确定 确定之后,我们就完成这个动作 然后最后,你看要不要点旁边一下 点旁边一下之后,再到开发留言里面 把这个锯齐给停止录制 OK,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之后 最重要就是要看一下我们刚刚录的东西 所以请各位在锯齐里面 会看到有个流水号 就刚刚我们录制的 这个东西我们可以用编辑 编辑之后,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做的那三个动作 就帮我录进来了 实际上,第一个动作有没有 Range A2便Select 这个动作呢,就会被录进 那实际上,当然如果说 你在录制的时候忘了点的话 那怎么办呢? 自己可以加上去,没关系 所以录进来的东西 实际上是可以被分析的 那这里的话,各位可以看到 数列向下自动填满了 你可以看一下,这是第二行 有没有看到 那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是一个完整的程式 那主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这边有一个有没有 空一格底线 有没有 那其实空一格底线呢 在那个VBA里面呢 意思就是说,我这两个是同一行 但是呢,因为太长了 我把它折行到后面去 我可以怎么做呢? 可以空白再加底线 那就等于就是 把一行分成两行 那如果说你要接在后面的话 你可以把空白跟底线 把它清掉 折回来 实际上这样子 它也是一样的结果 就是本来是 录制的结果是在两行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这样看会比较清楚的话 那你可以把空白跟底线清除掉 然后再把这个折行 把它放到后面去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后面呢 第一个是selection selection后面有个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怎么样呢? 速裂 其实就是填满 填满的动作 那填满呢,依据蓝 然后它类型是向下 线性的向下 诸如此类 那step 你会发现这个step 是我们间隔多少 那最后有个stop 有没有,stop 那假如说我今天呢 希望把这个stop呢 写成一个什么? 写成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呢 就是当使用者 有没有 使用者想要填写 然后呢,我最后产生的话 其实有个方法 教各位一个方法 就是,这边可以 1238 可以变成一个变数 那这个变数呢 我可以在做法上面的话 可以稍微更改一下 OK 那 那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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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